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暴利了 就是好像 就是水果好像 价钱好像没有到那么贵 而且IP方长的话 好像也都没有到这么贵 就他们差不多都是卖给外来客吧 对啊 台湾人比较少 但是都卖特别贵 对 都是那么贵的价钱 翟神朱学恒也说 克文哲如果可以解决这水果摊 他保证捐五万零用钱 给民众党选举用 而台北市场处则表示 7月1号前这家水果摊 还在用称重的方式卖水果 7月1号后市场出规定 水果摊得标示一盒 或是一杯水果的价钱 像这种商圈你知道 所以其实更重要是 还有商圈要有一种自制的能力 当然市政府 以市政府的立场是这样的 有出现我们就会去查处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完全说它不会出现 所以其实更重要 现在还是要有一种地方 地方的组织你知道 自制的能力 这个部分的话 你是不是用消防法的预议 预议查处 另外因为他们是在道路上涉探 他们是未经许可的部分 开罚多少 1200 天价水果坑杀观光客事件 一再发生 这话影响了台湾观光现象 三线王室为陈佑荣 台湾报道 现买现切 台湾水果观光客最爱 不过市林夜市 屡屡爆出卖水果坑克 时代力量党代表 王一凯曾经摆摊 更爆料这天价水果摊 幕后老板有七摊 都是同一人 大部分人在集中在集合路上 那说是大东路口 那个赖复一摊 然后呢 还有在集合路上面有三摊 然后市营市场本身 里面有三摊 都同一个老板 直接来到集合路上 原来水果摊商都集中在这 集合路上就有三家 市林市场里面也有三摊 大东路口也有一摊 总共七家被报 都是同一个老板 利用试吃方式 吸引观光客 他用这种方式的对 才能够让很多观光客 他买水果是那种 零食冲动的嘛 他是看到有人在那边试吃 他们都会派那个试吃员 在那边给人家试吃 那观光客觉得 台湾的水果好吃就买了嘛 只他不知道台湾的水果 正式的价格是多少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 去打游击 比如说劝导啊 然后或者是卫生检查啊 政府也有开设便宜的水果摊啊 但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要跟观光客 做强烈的宣导才有用 用相同招式 坑杀观光客 要怎么解决 添加水果 已经成为金手问题 三天新闻 这边是张大萱 台北报道